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豬仔的聲音又沙了 說話太多了 大家將就一點 不要介意 豬仔今天第三條影片的推介 就是一隻Casio金石的Skeleton Casio一般都做石英錶 這隻都不例外 是做石英錶的 它採用了SR621SW的電池 大概三年 需要金門電池一次 是一隻石英錶 但剛才我片頭說到 它做了一隻Skeleton 沒錯 它有少少透胸的正中間部分 做了一個透胸的 配搭了米蘭的錶帶 有時不得不服Casio 它做的手錶很多時候都很有心思 包括了手上一隻 雖然是石英錶 但它做了透胸的感覺 再加上它做了小秒針盤 這次有兩個顏色的配搭 先拿起一隻黑色的配搭 金色的外殼 配搭了黑色的Dial 再配搭了米蘭的錶帶 米蘭風格的錶帶 這隻錶做了黑狀金色 其實在這個手錶來說 都算是一個完美的配搭 你看到它在錶面做了一些開孔 透視了一點齒輪的感覺 再加上用了小秒針盤 在六點位置 還有一個金色的黑度 這隻錶沒有帶夜光 純粹是一隻斯文錶 還有它做了一個WR50m的防水 即是50米的防水 錶關位置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拉推罐 錶帶方面 配搭了平腳的耳蓋位置 沒有耳蓋的做了平腳 還有做了一條米蘭的錶帶 很久都沒有講米蘭帶 也要講一下 米蘭的錶帶有幾個種質 豬仔會推介給大家 例如它很滑 可以很柔順 你看到現在的帶很滑 不會硬滑滑的 另外旁邊的位置摸下去 完全不戒手 第三就是當戒上去的時候 完全不夾肉 不會卡到手毛 最好試的方法就是 拿手出來 夸卡它 看看有沒有花痕 有沒有夾肉 沒有夾肉 完全很滑 那錶扣的位置 就是做了一個包邊的扣 所以這條錶帶 完全合了我的心意 另外就是 它這裡有個 自己可以移前移後的錶扣 其實這裡有個箭咀 只要我們拿一支螺絲批 或者一支歐仔 踢起了這裡 移前移後 就可以自己調節過寬度 這個是米蘭錶帶 配搭了這個 金色的黑色主條 金色主條配搭了黑色面 一個精神的感覺 另外一頭就是一個 Casio的針 Casio的扣 上面也有Casio的標誌 先試一下扣上去 標扣位置 有一條小柱 勾著它 拍起來 就有一個標扣 整個感覺 挺漂亮的 好 接著我們再看看 這個 紅色的錶盤 配搭銀色的主條 我選了紅色 因為比較特別 紅色的錶盤 再加上 先把錶觀試試 拉近鏡頭 看看大家能否看得到 小秒針盤 做了唱片盤文 紅色的位置 做了少少暗的放射性文 踢起錶觀 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育時間 看到齒輪在動動 看到齒輪在動動 這個錶沒有帶入力 純粹是時分針 加上小秒針 兩針半的機心 再加上一個 Skeleton的感覺 一個拉推罐 按下去 銀色的也是做了米蘭錶帶 同樣有這麼好的質量 米蘭錶帶 錶帶方面 我們看看 錶帶做了一個陷入色的底蓋 上面寫著日本機心 中國組裝 Stinger Steel Water Resist 五角巴的防水 反過來給大家看 錶帶不算太重 手感也不錯 軟波邊的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錶身的中間部分做了光身 錶腳位置做了拋光 玻璃就是做了一個 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我試一下磅一磅給大家看 重量方面就是 它的官網寫74克 我看出來都是75克 76克 至於直徑方面 就是41M的標徑 我試一下讀一讀給大家看 41M的標徑 我讀出來就是40.5M 厚度方面 8.3M的厚度 Luck to luck 就去到47 比較特別些 Casio 我自己覺得Casio 都有很多花款 我最佩服它 就是它很有心思 去設計它自己的手錶 真的 戴上它的珠仔 14.8C的手腕 都可以的 我這麼幼的手腕 戴上去的感覺都不錯 還有米蘭錶帶 戴上去很貼手 很舒服的 厚薄又適中 好 這個是銀紅色的 價錢方面 這支錶便宜一點 是銀色的 398元 就是Casio金石的Skeleton 石英錶 兩針半機芯 398元 至於金色 價錢會高一點 外面賣到500多元 珠仔推介 468 其實金色也挺漂亮 尤其是今年 有逆時推介金色錶之後 很多人都找金色錶 最好用金色便宜的手錶 試一下自己喜不喜歡的感覺 這個再加上米蘭帶 有一個Skeleton的錶面 挺獨特的設計 在石英錶來說 這支錶也算是Casio 很有心機去設計錶盤 好了 珠仔推介 這支有三支現貨 這支有五支現貨 這支468元 這支398元 相差70元 原裝行貨 有合法說明書 保養證 做一年報給大家 非常順利的價錢 大概三至四年 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另外 經常有錶迷說 沒有日力便好 這支沒有大日力 純粹兩針半的機芯 時間標準不差值方面 每月正負20秒 即一日少於一秒的不差 非常準確的手錶 喜歡這支錶迷 記得按讚 珠仔 心動的你馬上行動 這支米蘭錶帶的 Skeleton Casio 金石 兩針半機芯 希望你喜歡珠仔這個推介 心動的你盡快找我 我們下集見 拜拜